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 阿弥陀佛 上一节课在和大家交流的时候 提到了香根拉玛教活佛到哈尔滨去 带领我们去逛哈一百 买了一个龟 这个龟就是这个样子的 上一节课因为忘带来了 没给大家看 这一节课没讲之前 先给大家看看这个龟 这个龟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说是玻璃的 说错了 不是玻璃的 它是一种什么东西 树纸做的 这个正面就是这样的 然后侧面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看这个龟还好像是活着一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龟 当时我们是去了十几个人吧 师父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请了一个 上一次我跟大家说了 现在呢 现在呢才找着答案 那就是师父在暗示我们 他要归位了 但是当时我们不理解 不知道为什么师父要让我们买这样的一个龟 这一节课我们接着往下交流 这是第四个专题 第四个专题是 看破得清净 放下得自在 上境下空老法师的学佛基础 是在张家大师那里奠定的 第一次见张家大师 老法师向大师请法 怎样能够更快契入佛法 在静坐了半个小时之后 大师说出了六个字 看得破放得下 就是这六个字 奠定了老法师学佛的基础 这六个字 就是张家大师 传给老法师的法 大师 大师让老法师 把这六个字做六年 老法师做了六十多年 时至今日 老人家还在做 老法师的清净 是怎么得来的 是看破得来的 老法师的自在 是怎么得来的 是放下得来的 大师的六个字 传了一个法 成就了一位圣僧 这六个字 我们听了多少年 说了多少年 不说天天挂在嘴上 也差不多 我们成就了吗 成就了什么 我们也成就了 成就了六道轮回 我这样说 可能有人不愿意听 可事实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看不破 放不下 看不破 放不下 后面跟着的 一定是烦恼 忧虑 牵挂 仔细想一想 我们每个人 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 或现在正在经历 至于将来 是否还要继续经历 那就要看我们 能不能看得破 放得下来 真能看破 便是哈哈大笑 这是黄念老说的 老法师 经常讲一幅对联 和大众结缘 这幅对联的上联是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下联是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念佛 这二十个字 是我们非常熟悉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上联十个字 是讲的 佛心 下联十个字 是讲的 佛形 其中 看破 放下 四个字 既来自当年 张家大师的 亲口教导 老法师 六十多年来 一直在 践行着 这四个字 这二十个字的 对联 是老人家 一生学佛的感悟 他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 一生 讲经 教学 全部内容 不离这二十个字 其中 看破 放下 这四个字 是入佛门的 关键 也是学佛 成佛的 关键 学佛难吗 成佛难吗 说难也难 说不难也不难 如果说难 难在哪里 难在有人 把佛法整得 神神秘秘秘的 今天 这么的 明天 那么的 今天 整出个新花样 明天 又整出个新花样 真是花样 翻新 可是 就有那么一些人 只要有新的 花样出来 他们 他们就像 飞蛾 扑火一样 扑了过去 其 结果是 自断了 法身 会命 真是可怜 民者 痛心 还难在 有些人 学佛了 十几 二十几年 甚至 学了 三四十年了 至今 还没有 找到 学佛的正道 就像 大虾梦一样 到处乱撞 想一想吧 还有多少时间 留给你撞啊 光明大道 一生 成佛之路 就在眼前 你为什么 不走呢 还难在 有些人 心气很高 想当通家 不想当专家 他不知道 通家 不能成佛 专家 能成佛 这里要说明的是 专到极处 就通了 而且是 一切都通了 这个通家 才是真正的通家 有人 想越藏 我听了 有点亚语 我不敢尝试 我还是 老老实实 念阿弥陀佛吧 根性不同 选择自然不同 一切 随缘吧 我仔细 想了想 还没想出 哪一位祖师 是越藏 成佛的 还难在 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 不知道自己 这一生 想要什么 有的人 是奔着 有求必应 这四个字 信佛的 看看我们周围的 信佛人 无所求的 或专求生 净土的 能找出几个人来 大多数人 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求 信佛的 这 纯属 迷信 他们 他们不知道 佛是 觉悟了 的人 我们 信佛 学佛 就是要做 像佛 那样 觉悟的人 要正确认识和理解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 这四个字的真实意义 如果你误解了 错解了 这四个字的真正意义 你会 棒佛 棒法的 棒佛 棒法 是造地狱业 切记 不能从佛法中 得一点 个人的好处 应无所求 求开悟 求清净 求得三昧 求一心不乱 求神通 等等 都是求 与无求 是相悖的 学佛 是简法 不是家东西 你本来是佛 还加什么 再加 就是魔的东西了 如果说 学佛 成佛 不难 不难在哪里 不难在 大道 至简 一句 阿弥陀佛佛 佛号 是念佛 成佛的 至简 大道 上海 上海 下贤 老和尚 一句 阿弥陀佛 佛号 念了 92年 不换题目 不管玩 他成就了 他用他一生的行语 为我们印证了 念佛 成佛 是一条殊胜的 一生成佛的 至简 大道 老人家 不识字 一辈子 没听过经 没念过经 没讲过经 也没做过一次 经颤佛事 他相信老师的话 尊师教诲 一句佛号 老老实实 念了92年 对于这句佛号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没有间断过 没有夹杂过 他用事实告诉大家 大道至简 念佛 成佛不难 他把念佛 成佛 做出来 给我们看 这是最具 说服力的 老人家 堪称是一部 活得 无量寿经 海鲜老和尚 世人好榜样 一句阿弥陀 回归极乐邦 一经 一经 一注 一佛号 为我们全是了 大道至简 一经 指的是 无量寿经 一注 指的是 黄建族老居士的 净土 大经科注 一佛号 指 阿弥陀佛佛 佛号 现在 修学净土 念佛法门的 同修 大多 是以此来修行的 令人欣慰的是 越来越多的同修 认识到了这句 阿弥陀佛 佛号 是真言中的真言 是如来 第一大法 这句佛号 总持一切佛 念一句 阿弥陀佛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菩萨 全念到了 一个不漏 这句佛号 总持一切法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无边法门 都在这一句佛号里 一法不漏 这句佛号 总持一切经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 一切经 都在这一句佛号里 三藏十二步 一步不漏 一句阿弥陀佛 佛号 是无量功德的 结经和精华 它是顶尖的顶尖 直持一句佛号 直持一句佛号 世出世间一切法 统统放下 往生极乐世界 一生决定成佛 大道至简 越是大道 越是至简 一经一注一注 快速稳当成佛道 一生坚守不换题 西方极乐去报道 祖师大德 为我们印证了大道治点 净土宗的十三代祖师 都是念佛成佛的 无一例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净宗出祖 慧远大师建东林念佛堂 慧下一百二十三人 各个念佛成佛 这是念佛成佛 大道治简的突出例证 从佛门戒律 看大道治简 世尊入班涅盘前 为我们说了四一法 并告诫弟子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戒是什么意思 老法师 关于戒的解释 最明白 最贴切 最易懂 最易行 老人家是这样说的 佛陀的教诲 落实到生活 就叫做戒 换句话说 守规矩 就是守戒 守国家的规矩 守家庭的规矩 守公司的规矩 守佛门的规矩 守道场的规矩 等等 你不犯规矩 就是守戒 关于戒律 释迦牟尼佛 一生所教 所实现的 总不外乎 三福 六度 三学 六合 普贤 十大愿望 这五个科目 包括圆满的佛法 也包括圆满的戒律 不但释迦牟尼佛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教诲 都离不开 这个总的原则 如果我们一生谨守 绝不违犯 这就是持戒 这就是守戒 如果我们拿 所有的戒条 对照一下 没有一条 不在这五个科目里 这五个科目 统设 释迦牟尼佛 说的三句境界 全包括在其中了 我们从佛门戒律里 再一次印证了大道质检 三句境界 师尔老法师的师尊说 五个科目 全包括大道质检 不繁杂 一一落实在生活 古今往生实力 为我们印证大道质检 地质检 老法师的弟子 郭罗将 师父就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他老老实实的念了三年 成就了 站着往生的 而且走后 站了三天 等师父来给他安排后事 哈尔滨极乐寺的修吴时 在开法会期间 日之实至 往生极乐 宋朝的银科法师 十年寿命不要了 蒙阿弥陀佛今 往生极乐世界去了 东临念佛堂 一百二十三人 各个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净土圣贤录里 还有许多这样的实力 再说说近一点 我们身边的实际例子 从2000年到现在 二十年时间里 我亲身经历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实力 有近二十例吧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不是道听徒说的 这些人都是念佛往生的 这两年 我们宋往生的刘明华老菩萨 董书真老菩萨 就是近期念佛往生的最佳代表 他们往生都不是一个人去极乐世界的 他们度众无量 无量无边的众生 和他们一起往生极乐了 这条大道这么简单 这么一行 这么容易成功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凡夫成佛一念间 大道至简是真言 莫把成佛复杂化 成佛关键是放下 今天和同学们交流的题目是 看破得清净 放下得自在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位 看破放下的典范 第一位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原名乔达摩西达多 他是古印度释迦族人 加比罗魏国的太子 他的父亲是靖范王 母亲是摩耶夫人 在佛教记载中 农历四月初八 是释迦牟尼佛诞辰日 他的前身是 圣善慧菩萨 诸都帅内院 为诸天说法 做后补佛 待功行圆满 观机成熟 也就是五种圆成熟了 哪五种圆呢 第一种圆 众生圆 就是说 他和众生的圆 成熟了 如果这个圆不成熟 他也下生不了 第二种圆 生食圆 什么时候下生 这个圆也得成熟 第三种圆 地点圆 在哪儿下生成熟 第四种圆 国家圆 在哪个国家 视线成佛 第五种圆 父母圆 谁做他的父母 同学们可以想象到 佛出事 也不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五个机缘都成熟了 才能下生成佛 他的出生 充满了传奇色彩 净饭王的王后 摩耶夫人 多年不孕 令净饭王 很是忧虑 有一天 摩耶夫人 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只 六只牙的白象 融入了他的体内 感到非常喜悦 这就是白象托梦 摩耶感胎 摩耶夫人要分娩了 以当地习俗 要回娘家带产 回天壁城 娘家图经兰比尼 在稍作休息时 于无忧树下 生下了太子 大地光天妙月 百花齐放 太子生下以后 足踏莲花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畅眼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太子诞生五日 婆罗门 权威学者 为他命名 起名 习大多 习大多 是成就一切的意思 太子诞生七日 母亲 摩耶夫人升天 太子 是由姨母 摩赫 波舍波提 抚养长大的 太子出生以后 阿斯陀 先人 曾经预言 太子将来 一定要出家 为了断 太子出家的念头 在习大多 在习大多 十七岁的时候 静范王 给他娶了表妹 耶稣陀罗为妻 耶稣陀罗 美貌 贤淑 静范王 想 太子 有娇妻 日夜陪伴 应该不会出家了 太子 虽然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 这些都是世人魂牵梦绕 日思夜想 想要得到的 尤其是王位的继承人 这个地位 是人间至高无上的 可是太子 不是需要这些东西 他不需要这样的生活 他常常沉思 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 四种性的不平等 当时的印度 是以姓 划分为四个阶层 这四姓是 婆罗门 古印度宗教徒 具有最高的权威 刹地利 是被尊重的王族 废舍 指一般工农商阶级 守托罗 是最底层 被人使忆的奴隶 王公的生活 不能使太子 心情舒畅 他向父亲请求 要油关四个城门 父王 应轮 太子出东门 见到了老人 出南门 见到了病人 出西门 见到了死人 出北门 见到了修行人 他见到了人的生老病死 深深感到了无常的摧破 这些 是他在皇宫里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 人间生老病死 这四大苦 是每一个生命都无法逃避 而又必须经历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痛苦呢 这些苦从哪里来的 太子 决志出家 求无上道 泄脱生死 救度众生 太子恳求父王 允许他出家修道 净犯王 坚决不忍 太子 向父王再请寺院 哪寺院呢 一者不老 二者无病 三者不死 四者不别 如果父王能赐给他这四个 他就断出家之愿 父王无言以对 急于当晚 太子骑上他的白马 离开了王宫 人如明月 马四白云 十九岁的太子 踏上了追求痛苦的泄脱和人生真理的无上大道 求道之路是坚决的 一致坚决的太子 为求真理四处访道 但都让他大失所望 于是 于是他由外求 改为内行 在苦心林里 六年苦修 他面色枯萎 鸡消骨肉 每天只吃一麻一脉 经过六年苦修 仍然没有得到泄脱 这时 太子觉悟到 身心本一 心境方能泄脱 太子接受了两位牧养女 南陀和波罗 供养的乳迷 恢复了体力 继续追求真理 伴太子一起修行的五位侍者 焦沉辱 阿舍婆侍 磨合拔体 磨合南聚力 实力加设 误以为太子接受 墨洋女供养的乳迷 是道心已退 于是这五个人 一起离开了太子 太子立下誓愿 得成佛道 先度五位侍者 太子端坐在 加耶山金刚菩提树下 立下誓愿 不成佛道 不提此坐 他的这个誓愿 诸天赞叹欢喜 天魔不畏恐惧 诗尽魅惑 威吓 太子不为所动 西元前 五一三年 十二月八日 雷鸣前 习达多太子 在菩提树下 仰观明星 豁然大悟 众生 本有如来 智德 乃望念 弥佐 不能正德 从此 众生得救 习达多太子 成为万世至尊的佛陀 四大天王 到龙宫 取来一个波 画一成四 呈现佛陀 以供佛陀 成物所用 佛 接过来以后 神通 合四 成一 此后 持波 接受 人天供养 佛陀 成道之后 世人不认识 没有人 请法 佛 即将入 涅槃 五不还天的 天人 知道释迦牟尼佛 在印度 实现成佛了 于是化作 世间人 向佛请法 恳请佛陀 普师甘露法语 滋润 众生田 佛陀应请 法院广开 下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五十说法 华岩石 这是佛成道以后 于最初三七日 说华岩经 这是度大菩萨的 是度法身大事的 阿韩石 阿韩石 佛陀在路野院等处 于十二年中说小城的阿韩经 这是度声闻 这是度声闻 声闻 圆绝的 方等时 即阿韩后 于八年中说 维摩 圣曼 金光明等诸大成经 广坛四教 君批 重击 般若史 继方等之后 二十二年 说诸部 般若经 强调 诸法皆空 法华涅槃史 最后八年 说妙法莲华经 会三成于一成 法华之后 佛将入灭 乃在 居士纳城 梭罗双树间 于一日一夜 说大般涅槃经 显常乐我净之意 昭示众生 皆有佛性 乃至一禅提人 一当成佛 武师说法 有一首吉诵 华言 最初三七日 阿韩 十二 方等八 二十二年 波洛坛 法华 涅槃 共八载 佛陀 成道以后 开始了四十九年 不间断的 弘扬佛法 教化 众生的活动 今天 是我第二次 给同修们讲 释迦牟尼佛的故事 不知同修们听了有何感悟 从佛陀 究竟 圆满 彻底的放下中 我深深感受到了 佛陀的慈悲 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伟大 我深深感受到 佛陀 至高无上的佛陀 为什么这样说 大家想一想 有谁能帮助众生 解决生死问题 佛陀 除了佛陀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 能帮助众生 解决这个问题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表演的 放下之法 你看明白了吗 放下便是 便是什么 便是佛呀 没有放下 才能成佛 你放下了吗 在这里 我给大家讲一个 关于放下 得自在的故事 唐朝 有一个旁运君士 这是一位 这是一位大父长者 一家人 修学佛法 各个修行正果 这是在家菩萨 为我们所做的视线 他学佛 他把家里的金银财富 装在了一条船上 把船 滑到长江中心 把船打破 让船沉到江底 他统统不要了 当时有人问他 庞局士 你这些东西不要了 为什么不拿去救济贫穷之人呢 他回答说 多事不如少事 少事不如无事 同修们 几个人知道无事的好处 我们每每是喜欢多事 喜欢没事找事 无事找事 就是自寻烦恼 庞局士的这句治理名言 多事不如少事 少事不如无事 你记住了吗 对于庞运局士的这个举动 有几个人能够看到明白 有人问 财产没了 他靠什么生活呀 他每天编草鞋 卖几文钱 没有丝毫牵挂 没有累赘 贞得大自在了 庞局士 是在教我们放下 放下得自在呀 庞局士 身心自在 没有丝毫负担 这才是真正幸福 美满的人生 他要走了 但他不说出来 有一天 他对女儿说 你出去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辰 那时候没有钟表 所以要看太阳 所以要看太阳 估计是什么时辰 他的女儿知道 父亲想往生了 就在外面张望了一下 回来告诉父亲 还走 而女儿自己站在外面 往生了 庞局士看见说 这个丫头 害我要晚几天走 还要给你料理后事 所以女儿聪明啊 知道父亲要走了 他就先走 这为我们说明 放下之后 果报如是 得大自在 这样的人 是真正信佛 他们完全回归到自然 回归到自信 不用言教 而为我们表演 一家人生死自在 说去就去 一点挂爱没有 何其难得 今天就交流在这里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感恩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